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挡在江城身前 说道 锦衣小公子 为兄才不过四岁 他如何懂得闭关 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了啊 过了 我没开玩笑 蓝锦衣叫道 韩光君带着魏前辈闭关了 都三天了 不信你们问四追 蓝四追忙拱手行李道 回禀三位宗主 锦衣所言不差 韩光君却始于三日前与魏前辈一同闭关 江城黑黑一声冷笑 说道 蓝二又是玩得什么把戏 四岁的奶娃子闭关 都我们还是斗魏无羡 精灵也急了 叫道 四追 魏无羡才那么一丁点儿大 闭得哪门自观 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了不得的错事 韩光君要罚他 蓝四追道 长辈的事情四追不便多言 还望见谅 果然 嘿嘿 江城又是一声冷笑 说道 你不说自然会有人说 说罢掉头就走 金灵 聂怀桑正了正 忙跟了上去 江城找的自然是蓝锡尘 见着来人来是汹汹 面色阴沉 蓝锡尘像是意料之中 早有准备 神情也就格外坦然 依旧是春风话雨 温润如水 见礼 寒暄一样不落 一番太极打得到访三人欲加绝的事态严重 金灵更是忍不住问道 蓝宗主 魏无羡是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 蓝锡尘微微一笑 说道 金小宗主说的哪里话 阿英今日方年满四岁 就算他在淘气 我们也是不忍心罚他的 更不存在事关起来一说 是他自己说要闭关冥想 妄极便一招他 陪他一起闭关了 魏兄居然懂了冥想 二哥就别再说笑了 您就说实话吧 魏兄到底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才会想着要闭关啊 聂怀僧道 蓝锡尘道 惊天动地倒也不至于 只是阿英有些想不明白 妄极就借闭关带着他一起想了 不过现在想来 这件事和我也不无关系 毕竟是我建议忘记让阿英与同龄小朋友多接触 多玩耍的 果然有事 三人想到 便都不再说话 矜持勾勾地看着蓝锡尘 等着他交代事情原委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 当下已是十月下旬 说话就要入冬 云深不知处便采购了大量的煤炭 置于一大型库房内 来世后一辈五六岁左右的孩子本就多 各大小世家送来启蒙班听学的孩子就更是不少 这大大小小几十个孩子 在散邪之后 总会满云深不知处地乱跑 找一个好玩的去处 话说人多力量大 数千斤煤炭刚一入库就被孩子们发现了 云深不知处素来是一个洁净的所在 处处打扫得一尘不染 唯独这个堆满煤炭的库房脏兮兮 黑漆漆 于是孩子们变兴奋了 有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 趁门声不注意 窃取了库房的钥匙 继而打开了库房的大门 放了二十多个孩子进去 打起了煤炭杖 而这二十几个孩子当中就有魏无羡 魏无羡原本是不太可能和这帮孩子混在一起的 因为蓝忘记向来不会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 但是那天也是凑巧了 蓝忘记刚将魏无羡送到启蒙班 就被蓝熙辰派来的门声请去韩氏商议要事 在离开之前 蓝忘记站在窗外 看着摇头晃脑 跟着先生大声送读弟子归的魏无羡好伴上 方放心地转身前往韩氏 谁承想半个时辰后 门声来报 说是煤炭库房里启蒙班的孩子们打群架 而魏无羡就是那个带头闹似的 蓝氏双臂火速赶往事发现场 待冲进库房一看 二十余个比煤炭还黑的孩子 排成了一长溜 惊恐地看着冲进来的两个人 蓝忘记看来看去看了好一阵 硬是没有看出来 哪一个是魏无羡 这帮孩子实在是黑得太彻底了